臺灣出現首例武漢肺炎確診病例 機關署表示目前情況穩定 但在21日一天內就新增13名疑似病例 機關署推測與擴大通報定義有關 臺灣21日確診一名武漢肺炎患者 機關署表示截至21日 共通報21名疑似個案 8名已排除1名確診 還有12名隔離檢驗中 機關署推測21日一天就出現13例疑似個案 是因為擴大了通報定義 臺灣出現確診個案引發民眾擔憂 近期有商家表示出現口罩搶購槽 機關署宣布將與超商合作 釋出百萬片口罩 今天跟明天都會釋出各100萬片 給這個四大超商 一直到1月30號到3月10號 每週都會釋出100萬片 負壓隔離病房有1000多床之外 那麼全國的江戶病房共有6600床 那麼因應 那麼呼吸器我們也做了盤點 一共有9000多台的呼吸器 醫院的整備的部分呢 那麼都沒有問題 防毒武漢肺炎疫情 衛福部表示各醫院只要淚流感病患 佔急診超過11% 就要設淚流感特別門診 另外急診也必須分流規劃動線 將發燒以及未發燒等患者分流 新航人亞太電視 頂家瑋 江永廷 台灣台北採訪 莫德 保留 我可以兩個好 contact их